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书中写了很多造反和政变 还有背叛的事情 对于市井小明 乞丐 皇帝 公主 娼妇 还有那些街边的小贩都有所描写 看起来很是一个很不错的本子 据了解 这部电视剧的男主基本上已经定了诚意 而另外两位男主的实力也非常强大 一个是王千元 一个是柳云龙 这两位都是实力派演员了 尤其是王千元 之前拍了很多电影 她的演技应该可以称得上是老戏骨了 诚意合作这两位演员应该是有戏看了 目前 诚意还有两部电视剧没有播出 一个是现代偶像剧《男风之我意》 另外的一个是《莲花楼》 如今又接触了《英雄志》 这资源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好 虽然男主基本上已经定了诚意 但是关于这部电视剧的女主选角却成了一个谜 在豆瓣上的女主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顾森香扮演者张若南 之前在《悲伤逆流河》中 几乎是一个回眸 一个转身就打动了观众 但张若南拍的大部分电视剧都是小网剧 嘎味也不太行 至于演技也受到了很多质疑 张若南拍了很多的作品了 但似乎级别都不太高 也没有什么代表作 诚意至少有两部先下剧都比较出圈 那么如果他们二位合作 应该有很多粉丝都不满意了 还有一个女主人选是徐璐 徐璐形象各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如果她来演女主 跟诚意好像没有那么搭 电视剧中演员的CP感也是很重要的 徐璐现在在拍网剧《朱玉》在侧 不知接下来是否有档期 陈玉琦成为女配 有部分瓜主给出的演员当中有陈玉琦 但陈玉琦并不是女主 同时出现的还有徐璐 徐璐作为女主 陈玉琦岂不是成为了女配 陈玉琦也拍了这么多类型的剧了 仙侠 古装 民国都有 虽然现在口碑一般 也不至于给别人做配角 她的答位没那么低吧 关于这点是存疑的 英雄自由复杂的主线与支线交互穿插 红托英雄与天命的主题 这些努力与尝试在武侠小说创作里甚为罕见 使武侠小说不再是成人的童话 而能负在沈仲之命题与哲学思辨 看到这些 大家对这部剧的期待感是不是更加高了一些呢 武侠小说出圈的不少 但是有一个担忧的问题就是 如果改编成电视剧的话 可能有很多武打画面都不能完美还原 还有演员的选择也是一个问题 目前有小说改编成的武侠类型的电视剧 都被吐槽得一塌糊涂 大家都说技术进步了 画面变好了 打戏却完全变成了特效或者慢动作 这是观众最难接受的地方 英雄之固然是好本子 但能不能拍好才是大家担心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